在观众的掌声影后响 67岁的卡里拉斯走上舞台 一旁是他已经和做20年的御用钢琴师 罗伦佐巴伐 一个人一架钢琴 音乐会以一曲小夜曲拉开序幕 随后 我那遥远的故乡游戏小调 拿布里小夜曲等以书琴风格为主的曲目 一一呈现 昔日的世界三大南高音中 歌声热情而奔放的帕瓦罗蒂已经离我们远去 多明哥擅长演唱歌剧 声音极富戏剧表现力 但逐渐淡出舞台 只有卡里拉斯依然活跃在舞台上 尽管67岁的卡里拉斯 不再有巅峰时期的富有穿透力的嗓音 但他的音乐表现力 歌唱技巧依然纯熟 尤其是他被歌曲续音乐的技巧助力 体现了深厚的音乐修养 依然堪称世界一流 记者 张海燕宝